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深夜时分好几名男子从车子下车后 就开始拿着武器对被害人暴力相向 所有砍伤及抢夺被害人手机后 就把人强压上车 最后再到医院门口后就丢包驾车逃逸 深夜聚众斗殴就发生在上个月9号凌晨 警方深入追查后发现许姓祖贤是竹联邦名人会成员 带邦内小弟聚众姿势 一言不合就逞羞动狠 犯罪恶行重大 报警士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 并逮捕许姓嫌犯以及相关共犯总共9人 但一听段访问 立案侦查后发现犯性被害人因债务就分 与许姓犯嫌向月宜成的路7段谈判 许姓犯嫌果同帮众到来现场后 及时卸放对犯性被害人暴力相降 警方查过证报枪囚犯毒品等物品 全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杀人未遂 强盗妨害自由伤害等 移送士林地检署证办 移送士林地检罪法 tossed 请问 您减大